大家好,我是長壇哥 藝人帶著兩天狗正在穿越坑格里沙漠 昨天晚上在這個空廠地點錄影的 身後是個攪拌站 昨天晚上休息的挺好 離公路邊又遠又安靜 現在我把東西咱也都收拾完了 現在就準備出發了 伯伯,過來 過來 短信,就是起來能穿一下 走開了還不能穿 要不這樣太陽曝曬的話 胳膊早早就起了皮了,曬得疼 快點 快點 你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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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Let's go, 出发! 今天好走其实 有点风还凉快点 今天的环境又是这 和昨天一样 一望无际的 这是什么树 所所树 一到这个点 我感觉这车就少了 大车就少了 一到四点到五点 基本上车 路上的车没有 三三两两会过两个小车 偶尔过一个大车 虽然稍微热点 但是安全 给他们喝点水 喝点水休息一下 咱们走 看看这草种的 面对的公路的这些山丘上 都种的这些草 这就是防风沙 防止刮那个沙城报 把那个公路让沙给埋了 这个工程也是大的 我一路往过走 还有一段一段的陆陆续续拉这个草 往这个沙丘上面送 整个都铺了 所以说这边的条件还是比较恶劣 现在陆陆续续有了点车了 我还说这里面也没有动物也没有啥里 为什么要围这个铁丝网 当地的朋友们说是 这有些地方养那个牛羊 怕牛羊继续把这些草吃了 把草吃了就白费了辜负了 这边路上这小车还是居多的 这边还没有种上来 他们都是一片一片的种 这都是人工种的 在这些这么恶劣的天气 在这摘这些草 确实也是挺艰难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草 所以这公路才不会让沙给埋没了 我也喝点水 本来这个环境就干燥 我来说 这边都种上了 一片一片的种 这边还没有种的 这个面积比较大了 一下种不完 终于找一下水了 这点水 要不没水 有了水就好了 结了两核 就两个核了 那核可以半核水 差不多够了 这还挺猛的 要接就接满 要不缠着一点点水 这是一个阿蒙的路桥单位 今天是风大 阿蒙路桥 在这接了点水 哎呀 这两核水还是种了 也像还滴不过 加油加油加油 到了到了到了 他告诉我这水碱性大 一定要烧开喝 热不热 喝完了 再倒点 不要浪费了 这水 这水相当缺的 又刮开那天的风了 看这沙 我做那个防沙草 路面上刮的那瘸子沙 做上防沙草 就不像这了 沙子就不会 不会刮到公路上了 现在水也打下了 放放兴兴的走吧 这就是想走哪 想停就停 想站就站了 做得打下水 水是生命资源 今天这风大 里面过了这个沙漠里面有人家 那里面有个烟场 现在这车流量又大了 中午那会的车流量不太大 看看这片绿草地 那里面还有树木 就这一块啊 再往前走就又是沙漠了 看这边 这边已经长绿了 沙漠绿洲 沙漠 沙漠里面有沙漠的美景 沙漠里面有沙漠的美景 这边的沙漠是什么形状 小沙丘 沙漠的美景 太阳又快下山了 今天又刮了一天的灰 沙吹的吹的 在哪儿也是,脖子也是,腿也是,蟹子也是, 哎呀,山也是假的,捡点彩虎是蒸的, 要不晚上没啥吃了,晚上就抓着两根,彩虎做饭去。 这个山根的草是不是两面都得种了? 这边种上来的,这边今天还刮的全是沙鹿, 智沙岭,又是一望无际的公路, 但现在不是笔直了,现在拐弯了, 月亮也上来了,月亮月亮你别走,能不能陪我图会儿捕? 这边这沙丘小,种上草了,摘上那个压沙岭了,这边还没有呢,太阳快下山了, 这边啊,这边的山丘,我看见心情挺舒畅的,怎么回事,和那前面的不一样, 我感觉他们没有我长得高,今天又要晚了,看这地上刮的真香, 还要刮一晚上的,没地方了,只能在这儿露营了,这边是一个可大的一个停车场, 不能去里面,车都拉回来草了,可以差点在路边这儿露营了,今天晚上这地方有人, 不喜欢在这儿有人的地方,但是实在没办法了今天,现在马上天就黑了, 就在这儿讲究一晚了,里面发电,这儿没有电,这儿有工人, 应该拉过来的草是往这沙漠里面种的,就在这儿讲究一晚了, 就收拾点东西去做饭,今天晚上又风大又丑, 里面那个谷底上的发电器,又吵又闹, 吵吵闹闹闹闹,先来左边挖, 原来来配菜,西红柿,黄瓜,西红柿,猫头菜, 来点酱油,调调色, 你们这地方还是买多个菜, 去来,去来, 今天这个外面,风大了, 风大都无所谓,关键是刮的都是那个啥,都是沙子,没法在外面吃饭, 就在里面吃点,吃面不吃蒜,吃蒜下一锅, 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吃这锅面, 来, 就这边,风大, 来,救福, 现在是下巷,刮在哪里, 这段时间,头一次会遇上骨盆上,挂这个袋子 全是撒的 可不要再大了啊 再大就是把车也活飞了 这些东西不用收拾了,不用耍了 今天晚上在这个酒店厂这休息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咱就不想到这 今天是风大会,早点上车休息睡觉 明天不能刮刮了,希望明天白铁不要给刮了 这两天,每天到晚上就刮刮,刮的饭也不好做 做好饭里面也是去,也是傻子的 还割牙的 今天这个铁车厂,好多人 我都知道都在这儿停了 祝大家做得好吗 晚安了 明天再见 拜拜